上海和周邊地區疫情持續 不少當地輕症和無症狀患者 都被送到方艙醫院隔離 而家裡就被強制入戶消毒 一段江蘇徐州消毒過程 在網上封存 見到防疫人員在屋周圍 噴灑大量消毒藥水 更加把雪櫃裡面的物資丟在地上 網上也有對話截圖顯示 民眾隔離回家後 發現雪櫃裡面的物資都被丟在地上 而且已經腐爛 還生了很多椎蟲和烏鷹 上海黃埔區官方說 消毒用的是過氧化氫 但不少網民表示 他們當地消毒用的 是有酸性的刺濾酸納 噴完的衣服都會掉色 網民說對著電子產品這樣噴 也可能導致電器入水損壞 針對部分網民認為它在煽動 轉傳影片的文章作者就說 封了一個多月 講一下自己的訴求 都會被正義的群眾 混過煽動情緒 和不忠誠的帽子 不過這篇文章是不是影片 已經被微信以內容為規為由而刪除 2 3 4 4 4 5